看三次 歷經二十一號下午 強風攻擊 吹著東倒西歪增加 臉上皺紋一度失去元氣的 黃色小鴨重新振作 暖站休息過的黃色小鴨 一早精神抖擞在愛河灣 繼續上工 遊客穿泳衣華麗獎貼近小鴨 岸上的人潮也忙著拍照打卡 昨天看到它消氣的樣子 消瘋的樣子 然後我想看看它一個很完整 很完美的樣子在呈現 我們已經來拍三次了 昨天下午來 晚上來 今天早上又來 遊客直言就是要來看看 黃色小鴨恢復的怎麼樣 二十一號下午 位於出海口愛河灣 瞬間刮起六級強風 其中一隻黃色小鴨的側面 直接受風 造成矛定位移 影響古風機的電力 消風變形 二十一號的傍晚已經修復 效率滿快的 會擔心它又被風吹到嗎 應該不會吧 他們應該有一次經驗 應該會有措施吧 高興就是能夠看到 看到這個小鴨 因為很方便嘛 就到高雄又在市區 又在愛河邊 那我們從台北來 感覺這個風景好美哦 滿分一百分 展期倒數 遊客拍到一度消風 又滿血復活的黃色小鴨 心滿意足 三天宣傳黃起潮 很方便